1626年新建了西班牙诸圣教堂 一构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是和平岛诸圣教堂考古遗址 从2022城市博览会活动起开放民众参观 而为了更具体保护遗址样貌 同时让参观民众可以更方便了解 在地历史与考古知识 金融市文化局获得文化部核定 将进行解说中心工程 因此10月中旬开始暂停开放参观 该以线上团体预约 每个月限定场次的方式进行导览 为了提供大家一个更好的 一个考古遗址的参观的动线 我们即将在和平岛的考古遗址 办理展示中心的工程 那为了办理展示的工程 必须先进行视觉的工作 所以10月17号开始 我们就暂停自由参观的部分 不过为了维护大家 对于考古遗址的想象 以及对这里的文化进一步的探觉 我们每个月还是会有固定的导览团 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去预约 那一个月限定有四个团体 那为了不要让考古遗址的负荷更大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爱护这块基地 期待两年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中心 至于未来的展示解说中心 除了将作为考古教育基地 也将成为和平岛的文化观光地标 考古展示中心除了保护考古的坑 不要再继续崩落以外 我们未来也会设置有教育跟导览的功能 希望可以提供大家一个遮蔽风雨 然后又可以看到现地 一个考古现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中心 所以它未来是会有一个轻型的量体 在那个考古坑上面 那可以方便大家更亲近我们身边的考古遗址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解说中心目前正在进行视觉工作 等正式动工后将完全禁止开放参观 预计2023年新建 2025年完工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导